公元1082年 46岁的苏氏 在黄州赤壁泪江亭这里 写下了镇骨朔金的名词 面如胶赤壁怀骨 大江东去 这一生长啸 穿越千年 一直在这里隆隆的镇像 将永远扣及游人的心扉 大江东去 这四个音搭配在一起 像一声号角 是那么和谐 那么响亮 那么雄尽 虽然这泪江亭上 再也找不到他巨人的身影 再也问不出他悲凉的遭遇 但我们相信 他还活在这里 他是不会死的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骑手两句 就像长江的巨浪 滚滚滔滔而下 气势旁温 顾雷西边 人倒是三国周郎赤壁 点出赤壁怀骨的体质 用乱石穿空 惊涛拍案 来突出赤壁的险峻 极有声色 一时多少豪杰 把赤壁之战中的英雄人物 一种推入独者的想象 然后快速转入虾片 用金井推出周郎 雄赤硬发 雨扇观金 盘笑间 强弩灰飞烟灭 几句话 就让周郎赢得了赤壁之战 怀骨是为了抒发心中的玉姬 此人于是站出来 告诉读者 人生无梦 而自己天生那么容易动感情 以至早生华发 实在可笑 真的可笑吗 不 当时的苏氏是个有罪之人 因为三年前 他被一场卑劣的文字语击倒了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 永远散发着血腥气的乌台诗案 中国古代 这个学者 思想家 诗人 词人 散文家 画家 书法家 兼于一身的奇才 因为写诗同情老百姓 被告发 诬蔑了早已走样的心法 差点就丢了性命 三年的时间不长 他内心的伤口 肯定还在流血 他肯定还在做 被推上刑场的故吗 赤壁怀骨 就是在这种心绪下创作的 明白了这一点 读这首词 自然该别有一番滋味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 风流人坡 古类西边 任道士 三国周朗赤壁 乱石穿空 金涛派案 卷起千堆血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 恭敬当年 小桥出家了 雄姿应发 雨膳观金 谈笑间 强弩灰飞烟灭灭 孤火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 一尊还泪 江月 读这首词 至今仍觉 天风海雨 气势逼人 在乌台诗案中 苏氏的一些诗 被挖出来示众 用拐几道弯的目光 从中找出 攻击王安石心法的罪证来 比如他一组 山村绝剧中 有一首写道 老翁七十 自腰帘 惭愧春山 笋绝田 岂是闻勺解妄味 而来三月 时无言 七十岁的老龙没饭吃 幸好春天山里面 有除笋和决菜 于是腰里 逼上镰刀 去找来冲击 可是 买不着盐 没法子 煮一煮 淡着就这么吃了 这样的事 原本不该有什么问题 可就因为 当时王安石变法 正搞得热火朝天 说老百姓吃不上饭 特别是吃不上盐 这就成了罪行 用词来凸显英雄人物 在慈坛开辟豪放一派 苏氏这个首创之功 值得大书特书 前面说过 范仲淹 王安石这些政治家 都写过豪放风格的词 不过 那只能算特例 对宋代词坛 并没有起到 扭转风气的作用 从苏氏起 词才从歌楼酒馆里 唱着玩的风流小曲 开始变得讲究身份 敢与诗平起平坐了 他是瓷坛的千里马 他是杀入瓷坛的赵子龙 任何难以驾驭的题材 在他面前也不敢不扶手投降 他那只能唤醒春风的笔 点向哪里 哪里就是万字千红的花坛 他放怀歌唱着 老夫刘发少年狂 左千黄右情仓 进冒雕囚千旗 卷平刚 卫报清城随太守 亲涉虎看孙郎 酒汗薰胆 上开帐 并非霜又何妨 时节云中 何日欠逢堂 慧万雕宫 如满月 西北望 射天狼 射天狼 写这首词的时候 苏氏41岁 虽然已经 病悲霜 还是又白发了 却依然豪情满怀 要为国家上阵杀敌 他脚手追问着 迟节云中 何日欠逢堂 渴望朝廷 调踏到边防前线去 这种心雄万夫 气势豪迈的境界 不要说婉约派死人 就是不肯完全 跟着婉约派走的 范仲淹 王安石 也是根本没想过 要进入的禁区 他的笔随便点燃 就像他作画一样 不求行刺 只求写出 心中一时的感受 素素一惊 落草花 村南村北 向骚车 牛衣古柳 卖黄瓜 酒困路长 唯玉睡 日高人渴 可慢思查 敲门 试问 野人家 村子里 到处是 骚丝的 骚车在响 一路走过去 枣花 速速的 往衣襟上路 古柳树下 有人在 卖黄瓜 酒困路长 说警主人公 感到又渴又累 于是 撬开乡下人家的门 去要茶喝 这样的词 婉约派是不肯写的 或者说 他们不敢写 因为这样的词 搬到酒席 眼前去唱 多半是没人愿意听的 但是 苏氏感谢 他不在乎 唱出来 是不是有歌迷捧场 而只在乎 读起来 是不是有诗的味道 读到这类 信手拈来 便诗意盎然的词 我们很自然的会想起他 那些信手拈来的绝句 竹爱桃花 三两枝 春江水暖 鸭仙枝 楼蒿满地 颅牙短 正是河豚 遇上时 这是一首 提画诗 竹爱桃花 三两枝 用竹子的清脆 来衬托桃花的鲜红 一下就把艳丽的春光 凸显出来了 最妙的是 春江水暖 鸭仙枝 将鸭子以人化 使鸭子具有人的知觉 从这句诗 我们能听见鸭子 呱呱地叫着 能看见鸭子 煽动翅膀 在水面上追逐扑腾的热闹 水光炼夜 情芳好 山色空蒙 雨亦情 欲把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抹 总相宜 用无人不知的美人 西紫 来突出西湖的美 这个比喻 轻松不费力 苏氏 像是捡了现成的便宜 其实 细想一下就知道 这是神来之品 不仅像春江水暖 鸭仙枝一样超妙 还比得叫人拍案叫绝 如果没有那一场 以杀死歌声为快的文字语 苏氏 这个旷世奇才 该会在词中留下多少 欢声笑语 供后人引用 然而历史不接受假设 苏氏只能在历史的回音笔前 唱出自己的悲哀 悲愤和无穷的悲悦 夜引东坡 行赴罪 归来仿佛三更 家同鼻息已雷鸣 敲门多不宁 以仗天将生 常恨此身 非国有 何时望却盈盈 夜蓝风静 胡文平 小周 从此事 江海 寄余生 这也是以罪人的身份 在黄州写的 罪人 就是没有自由的人 他只有在沉醉的麻木中 寻得短暂的 陶然自责 他醒了又醉了 醉了又醒了 半夜回来时 叫不开门 于是 而倚仗 听江声 江声浩浩 能告诉人什么呢 江水 以浩渺的滔滔 来展示自己的 无拘无束 这不是在告诉人 为名利而奔忙 是何等的可怜吗 唉 趁死夜深风静 江水安眠 还是加上一夜偏周 抄离这冷气逼人的世界吧 于是 他轻轻地哼着 长恨此身 非我有 何时望却盈盈 夜蓝风静 胡文平 小舟从此事 江海济于生 他敞开庄子式的容纳万有的胸怀 使我没入大自然 也使大自然没于我 于是而勿我两望 关于这首词 据记载还曾引起一伤虚惊 这首词第二天就传遍四林 都说苏氏架小船逃走了 地方官听说后大吃一惊 让罪人逃走了 那还了得 就赶忙去看个究竟 敲门一问才知道 苏氏正蒙头睡大觉呢 其实 苏氏根本不可能像李白那样 说走起身就走 因为到宋代 已经不是大道如青天的时代 已经不允许跟着感觉走了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新凉 夜来风夜以明朗 看去眉头鬓上 久见长愁客少 月明多倍云房 中秋水雨共乌荒 把战欺然被罢 秋风洒洒一年将近 树叶萧萧 催人变老 他却无可奈何 只能痛苦地看着年光 从纸缝里流走 不要责怪 这歌声过于凄苦 要知道 他灵魂的负担 太重太重了 苏世把自己的生活全方位 撒进瓷的卧眼 用独自从生活中浓缩出来的哲理 去进行培育 是瓷万子千红 睁言斗艳 开出了有深度的 经得起琢磨的意境 莫听川岭大夜声 何妨吟笑且徐行 竹杖盲邪轻圣马 谁怕一缩烟雨 任平生 撒翘中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邪照 却相迎 回首向来 潇洒处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风雨 春日出游 忽然遇上震雨 同伴狼狈不堪 此人 此人却 吟笑且徐行 只知度外 一缩烟雨 雨 任平生 披着缩衣在烟雨中奔走一生的准备都做好了 还会怕这么一阵雨 还会怕这么一阵雨吗 终于阵雨过后 邪照相迎 刚才那一阵川林打夜声不过是一声虚惊 实际上 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这里有陶渊明的随缘自逝 有禅宗用平常心去看待一切的了物 苏氏抱着儒家的社会责任感来承担一切 一点不肯马虎 这当然是行不通的 知无不言的性格 黑白分明的态度 使他受尽了折磨 贬观变得一次比一次远 罗浮山下似时春 卢菊杨梅似地心 日旦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座 岭南人 已经贬到了惠州 当时这是地道的蛮荒之地 他竟然声言 只要天天有荔枝吃 就不辞长座岭南人 这显然是无可奈何的自宽自解 然而因为他是旷世奇才 又有充满雌性的人格魅力 这使他那些渺小的政敌 嫉妒的目光不发高烧 于是他们借故 把苏氏再编到海南的丹州 年已六十二岁的苏氏 觉得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他这块有用的石头 无法去补朝廷的裂缝 被抛制出来 也许将永远与海南这里的巨石为伍吧 这是他无法排解的悲哀 然而他毕竟是哲人 并没有在荒凉中绊结成石头 久死难荒 无不恨 自由其绝 万平生 他把这四年的贬折 当作一次旅游 如今 他处立在东坡书院这里 一派智者的深臣和学者的儒雅 来接受游人的瞻仰 明月 明月 几时有 八强 问 清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处下宫队 今处是何点 我与乘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玉玉高处 不胜寒 其武弄轻银 弄轻银 何似 在人间 转中阁 逼起户 逼起户 赵 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 别时远 人有悲欢离合 悦有殷晴缘缺 此事不胆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铸 这是思想家 而见词人的苏世 通过中秋夜 对弟弟的怀念 来破译人生 这个永恒的命题 这个命题 永远吸引着人们 去解析 却又是无法彻底解析的 因而这首词 也就对千秋万世的 读者永远都是一个 无法排除的磁场 是人在磁力线的作用下 产生无法抑制的 审美冲动 诗人 就是能站在 时代的制高点上 从生活中 找到缺憾的人 苏世 就总是能 从别人认为 理所当然的地方 用自己特有的敏感 看到并不如此 花蜕蜕蜂蜂 青杏小 燕子飞时 绿水 人家绕 只上六年 吹又少 天涯何处 无芳草 墙里秋千 墙外道 墙外行人 墙里家人笑 笑见不闻 生见巧 多情去备 无情闹 残红雕尽 燕子一难 枝上柳棉 吹又少的 春末夏初 正天涯 天涯何处 无芳草 词中的 抒情主人公 从一道围墙外面 走过 看见 墙里秋千 听见 墙里家人笑 终于 笑见不闻 生见巧 转瞬之间 一切 有复归沉寂 好像 什么也 不曾发生过 只有 这多情的 行人 还在聆听 他想 找到一点 什么呢 生活永远 也不可能 是美满的 人们 掀上 落霞的 艳丽时 总是 正在 信头上 天就 暗下来了 总是 多情 却被 无情脑 于是 一种 渴望 而不可及的美 一种 令人神往的 心跳 就这样 像 电光 石火一样 一闪 就消失了 真的那样 一闪 就消失了 不是的 枝上柳棉 吹又少 天涯 何处 无芳草 天地间的一切 不是还那么 充满了生机吗 福音 庄子的苏氏 总是会在 暗淡的画面上 留下一个 透气的亮点 天涯 何处 无芳草 若今 已经成了 格言 成了民艳 我们 都能 信手拈来 随口 到处 再来看看 此人 是怎样 悼念 房妻的吧 夜来幽梦 呼还乡 他梦见 妻子 在小宣窗 正梳妆 于是两人 相顾无言 唯有 泪千行 一梦醒来 由不得想到 十年生死 两茫茫 想到千里孤坟 无处 化凄凉 十年来 风刀双剑的尖闭 人在风尘中老了 尘满念 并无双 经历了 那么多 层层叠叠的忧患 会不会 纵使相逢 应不实呢 不会 不思量 自难忘 这是一段 永远也不会 分化的爱 是不会变形的 十年生死 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 化凄凉 纵使相逢 应不实 尘满面 必如霜 夜来幽梦 呼还笑 小轩窗 正梳妆 相顾无言 唯有 泪千堂 了得年年长断处 明月夜 断松刚 读这首词的最佳气辱点 就是相顾无言 北有泪千行 诗人梦见王妻 想到十年生死 两茫茫 因而伤心苦情 这是很自然的 可是死去的妻子 与丈夫相对 为什么也泪流满面呢 因为此人经历了那么多的忧患 无暇 无暇自己 伤到自己 就把一腔色泪 移植到王妻的眼中 让王妻来为自己哭泣 身人无前影 苏氏总是能在词中留下一面窗子 让读者看到更远的景致 横看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 不时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略成椭圆形的庐山 横看绵延不尽 侧看高高踪起 从不同的角度 会得出不同的印象 可是 站在西林寺那里 却只见四维都市山 根本想象不出 横看成岭 侧成风的变化 这是为什么呢 志愿身在此山中 人被山吞噬了 失去了看山的角度 于是 不时庐山真面目 志愿身在此山中 就成了生活真理 不过永远能让人 扎出心意 而又永远也说不尽的 还是那首永厌的补算子 缺越挂书筒 漏断人出境 谁见幽人独往来 飘渺孤红影 今起却回头 有恨无人醒 简尽寒之 不肯欺 寂寞沙周冷 在寂寞沙周冷的环境中 缺越挂书筒的背景上 漏断人出境的时刻 一只孤红 惊起去回头 飞起又落下 落下又飞起 这只孤红 为什么要减尽寒之 不肯欺呢 是因为被孤独驱抗着 而惊疑而害怕吗 应当是的 会不会是这些寒之 不合他的意 因而不愿意停落在上面 应当也是的 原来这首词 是慈人在那场文字狱中 死里逃生后 被贬到黄州时写的 很显然 那简尽寒之 不肯欺的孤红 就是慈人 无处依托的投影 在人生的坐标系里 他不知道 该到哪里去找他自己的位置 宋代慈坛上 最杰出的一代奇才 这个永远都竭力用苦笑 来按压内心悲苦的责任 终于就这样 在有恨无人醒的冷漠中 耗尽了一生 如今 他依然 坐在四川老家三苏祠这里 构思诗词 站在第二故乡海南这里 温兆人声 又静静地 我在河南甲县这里 净化他一生的悲哭 苏东坡这个名字 将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作词 李宗盛 把酒问晴天 不知天上宫居 今夕时何年 我遇成风归去 为空穷楼域 高处不胜寒 起雾弄轻衣 何死在人间 转出个地气护照 无眠 不应有恨 何时常相遍 誓言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时孤难缺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学生 感谢观看